衛生局於9月15日就優化離島醫療綜合體 醫療服務模式研究舉行新聞發布會 衛生局去年8月委託香港大學醫學院 衛生離島醫院營運模式作研究及提供建議 經評估、分析及比較後 報告建議本奧而引入非公營機構進行營運 而特區政府保持所有設施的擁有權 醫療系統的優點及缺點以及將會面對的挑戰 二、借鑑境外的經驗分析澳門特區整體醫療系統 及服務持續發展的方向 三、評估新離島醫院可行的服務模式及營運方式 最後四、為新離島醫院的服務模式提出建議 我們顧問團隊在詳細分析及比較四種可行的營運方式之後 認為引入合適的非公營機構 可以是商業牟利企業或非牟利的機構 在指定年期之內負責營運、管理及維修醫院 而澳門特區政府則保留所有設施擁有權 這套合作模式是最適合新離島醫院的營運方案 亦可望提高澳門特區醫療服務的水平及效率 衛生局局長奈易龍表示 本澳過去的衛生體系行之有效 但未來仍然面臨各種挑戰 因此需要作出系統性研究 為使離島醫療綜合體發揮最大效益 當局亦會不斷深化研究 未來我們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提到的挑戰 例如人口老化 醫療服務的需求會不斷上升 除了社會發展 市民對醫療服務質量的期望 亦會不斷提升 來到醫療綜合體 一個這麼大規模的醫療體系 對我們現在的醫療系統 如何發揮最大的效用 是我們一直思考的問題 我們要解決以後如何營運、管理 以及向市民提供服務 我們需要一些參照 參照有幾個方面 第一,我們要根據全球各個地方 一些關於醫療管理的研究經驗 第二,我們要借鑑鄰近地方 發展的一些模式參照 第三,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結合我們本澳實際的情況 我們市民的期望 來到醫療綜合體項目為澳門 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中 最大的硬件設施 還建築面積為42萬平方米 提供約1,100個床位 預計2022年落成 2023年分階段投入使用 麻雜 ,明年汝 在頓 wür場 來 trek 爸爸 我 怎麼 好 你們 提供